在霓峰的地方照太阳 在霓隆的地方做暖阳 他自己写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有哪些经验,哪些经历 以及如何自己要思考的内心的反应变化 都是最真实的 有时候我们选书的时候 还是应该看一切的作者 有的一些写的名人传记 他是一些旁人第三方的角度来去试试 有好多内容他写的并不真实 也不生动 像我读的这篇 读文《奇形天下》里面很多的词汇 写的非常的激烈 能看出来他的董明珠内心的这些变化 情感上的变化 当然也能感受到董明珠对于事业那种执着的追求 当然这其中好多的文字 我想应该是后期有的相关的一些作者 或者出版社进行一些润色 但是并不影响这本书整体上 所要表达的那种思想 那看完这本书之后 我简单的罗列了这么几点 是我对这本书最 总结吧 也是我应该学习的地方 能够到当冲冲 学到了一些个什么样的内容 第一点不管是创业也好工作也好 要想有成长就要每天都会遇到问题 遇到新的问题 想办法去解决这些新的问题 你才有可能去成长 这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点 无论是创业也好还是做生意也好 都要从最基层的开始做起 就是销售或者是一件最简单的工作 你需要的是要有卓越和创新的思维 你有了这些思维 也许它会让你这些工作做起来会更顺利 更快速 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不要老是强调客观原因 客观原因 如果主观你意志足够坚定的话 这些客观原因都是可以改变的 第四 你要学会调查摸清市场 摸清消费的一些个情况 在这些都熟悉的情况之上 你才可以做决定 就像毛主席有一篇文章就是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第五 做生意你是要跑市场的 要和人去打交道和接触 要学会社交 怎么样去谈话 怎么样去切中要点 怎么样和别人去沟通 怎么样去引起别人的注意 相反我们在这个现在有好 比如说现在毛宝 或者是网上电子平台 在网上都靠的是一些流量 这并不是生意的本质 我觉得 好吧 第六点 做人的格局要放大 如果你的创业的事业的规模很小 那么你要做的是 如何让自己活下去 这个没有别的可谈 谈的一些很宏观的理想 都不切合实际 但是如果你的事业 已经度过了危险期 你要想的是 如何为客户创造更多的利润 只有客户赚到了钱 你才能赚到钱 如果你的事业 已经成长到了非常的成熟 那么你要做的是 具有民族情感 这是后话 我们在这里也不多细讲 第七点 我觉得是 做人要有原则 原则很重要 其他的事情你可以变通 但是原则是不能改变的 做事业有的时候和做人是一样的 做企业也要讲原则 这和道成何复的想法也都是不变的 比如说企业一定要讲诚信 企业一定要谦虚礼让 让别人签过等等 让别人去发展 这个钱让别人去赚等等 这些东西 最后一点 我想说做人是要有原则的 原则很重要 其他的都是可以变通的 但是原则是不能改变的 做企业和做人有时候是一样的 企业要讲原则的 这件事和道成何复是一样的 道成何复的观点是类似 相同 比如说企业要讲诚信 企业要为某些人 为你的客户去争夺更多的利益 企业要在和别人发生竞争的时候 让别人先过 让其他的人先过 我们要争取更大的空间 让保存我们自己的实力 为日后去争得更大的竞争空间 更大的提升空间 董明珠的这个情形平下读完之后 大概能够了解到他 他从国旗走出来之后 那一系列心路变化历程 以及他的成长和过程 我总结就是他心中有一种执拗 对这个事情要完成那种认真 极度负责任的态度 逼着让他自己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我们现在做生意 比如说就是缺乏这种竞争状态 我们需要不断地认真去玩意 去找到那种做生意的感觉 做人的感觉不服输 这个点是很关键的 有了这种心态 我们做事情就会很认真 而且就有时候成功也会顺理成章的 已经进行下去 这小时现在又说一句题外话 双十一马上就开启了 昨天呢 我罗列了一下自己的 想多多的看书 罗列了一下自己的竞争书单 总结来总结去 有很多的书要进行去读 忽然之间就有一个想法 从我脑中闪过 现在我手团上积压的书 还有一部分 然而我读过的有很多的书 现在我已经忘记了 我之前读的 这个里边他所描述的一些个主要的内容 那我何不趁这个功务 趁这个时间 把我以前读过的书 再去翻过来 再读一遍 好好的温习 熟悉 掌握 铭记 那书里面的那些个要点 比我再去买一些个书 再去广泛的去阅读 要好得多 有的时候 往往你做经一件事情 比去做广一件事情 收效更大 书不再多 而再经 好吧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 这个再次再讲一点 范仲淹这个人 范仲淹这个神 我们现在了解他 读到通过我们的课本 他的文学著作 后来写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就叫 先天下之而悠 悠而悠 天下之而乐而乐 我们知道他的财气是非常大的 那么他也是本人呢 做到了苏州的这个太守啊 完之宰相 也就是本身也是非常好的 那么在他退休之后呢 他也在当地了 构置了一个豪宅 这个当地的一个风俗习惯呢 就是比较喜欢看这个看风水 所以他请来了风水先生去看自己这个宅子 那么那风水先生看完这个宅子之后 说这个宅子非常有的渔福啊 所以就住进这个宅子里面人呢 都能够子孙后代都非常兴旺和发达 所以他就把这个宅子呢 改成一个书院和学堂 那就让更多的人子孙到这个宅子里去享受他的渔福 这就是我们后来苏州的这个景泰中学的这个一个出行吧 他最早的一个样子 当然他的后代也是受了他自己的这种影响 也是非常深的 他的后代在路上遇到了他自己的父亲 先前的一个旧友 也是乐山好施 不断的给予他的救助 使这个家族的这个传承啊 不断的延续下去 我们想他最有最好的一个做法是什么 他成立了一个家族教育基金 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呢 来龙去脉呢 因为他本身做到了个太守和宅相之后 他就很有钱 在他退休之后临死之前 公元1050年 他购置了1000亩的这个地 然后把他到交到了官府进行备案 说明了这1000亩地不属于我的子孙后代 只属于我的范氏家族 什么意思 这范氏家族啊 通过他的这个管理人啊 就是家族的族人啊 聘用管理人 然后管理人管理的好 这就是吧 给他发高工资 然后把这1000亩地租给当地的一些个农民店户 然后通过收租啊 然后给这些个家人啊 分分发工资 每人每个月三元钱 三三钱啊 给他你最基本的一个生活保障啊 如果你要是婚丧嫁娶 我要给你一部分钱 然后你高考的话 我给你路费 如果你生活特殊去到了困难的话 我也给你一定补助 当然你缺胳膊 当然你有胳膊腿 我不给你啊 我不能让你生活的没有尊严 是不是啊 这种情况下 我是给你出一定钱的 然后他就这种情况下啊 利用这种管理人和监督人这种分权的形式使这个基金不断的发展 也使他的后代形成了一种性格啊 就是后代当中不断的有人就去买币给这个家族啊 这个交易基金家族基金不断的进行添砖加瓦 让他越来越强大 他这个基金呢 从公元的1050年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一直都在有 所以家的一个基金持续了一千年 这是非常罕见的 也是说明了我国古代的这个古人呢 他在一千年以前就形成了这种啊 这种经济模式 这种经营模式 这是非常难得的 当然呢 他们的家族基金呢 在后来后续发展的非常好的时候 他也到外面进行一些个捐助 一些捐款啊 本质上来说 我们现在富人呢 进行一个捐款 他就是对贫穷的一种厌恶啊 对疾病的一种厌恶 他也是闲得没事蛋疼 他才这么做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件好事 也是我们值得金人去学习的 范仲淹的确有我们的一种经营思考 我上一期视频也说过 范仲淹在处理这个杭州的大灾的时候 这种超高的这种经济头脑 也表现出来 他自己是一个非常有着经济头脑的一个学者